年节将至外出旅游频繁而呼吸道感染的疫情在国内国外都有升温的趋势 花莲县卫生局提醒大家不管是新冠肺炎或者是流感甚至于是肺炎练球剧的疫苗 都鼓励大家符合资格可以踊跃来施打及时获得保护力可以平安健康的过好年 疫情解封不少民众旅游越来越频繁 不过秋冬季节国内国外呼吸道感染疫情都有升温趋势 尤其以长者最容易感染肺炎练球菌感染症 花莲县卫生局表示肺炎练球菌疫苗除65岁以上长者 1月9日起扩大提供55至64岁原住民相亲接种一剂PPV23肺炎练球菌疫苗 呼吁符合条件民众前往施打 此次除了提供肺炎练球菌疫苗接种新冠XBB.1.5疫苗除莫德纳厂牌外 自1月9日起Novavax厂牌也开放提供民众选择施打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表示 根据国外新冠XBB疫苗最新研究显示 接种新冠XBB疫苗能有效预防新冠疾病 保护力高达6至7成 年节将至过去确诊或曾接种新冠疫苗保护力已严重不足 尚未接种新冠XBB疫苗民众 在莫德纳和Novavax两中长牌选择一种接种提升免疫保护力 呼吁符合条件民众尽速前往施打 尤其是长者及幼儿及早获得保护力 将低病发中正于死亡风险 预防上呼吸道感染 务必做好手部卫生与勤洗手戴口罩等措施 才能平安过好年 记者长邦彦华林士报导